圣经虽然在有些地方确实有告诉我们 有关人遭受精神忧患的问题 但是直接给我们提出 解决这些精神忧患的方案 这方面的信息是不多的 反而是在医学界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方案 他们有分类 这是什么证 什么证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用怎样的对策 怎样的方案 或者有时候是用药物 还是怎样 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会看到 因为这个的缘故 很多在这方面要得到答案的人 或者基督徒 他们都是找医学界的帮助 寻找心理医生 心理咨询 或者有一些精神专科这方面 所以这些都是现代人 现代信徒应对精神忧患的一种方法 当然我并不是说 这些医学界的方法是错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从圣经里面 找手来明白这个问题 圣经里面我们相信 这是神的启示 有一切的答案 对不对 那么从圣经的例子里面 我们会看见 不管是扫罗王 或者尼布贾尼撒王 我们都看见 他们的忧患都是由他们心中 很强烈的私欲所产生的 他们心里面有很强烈的 有些骄傲 有些妒忌 惧怕 或者很强烈的一种不安全感 导致他们失去理智 甚至落入整个情感失控的光景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 我们软弱的人性 我们是软弱的 罪叫我们的人性削弱 对不对 这个软弱的人性 在面对这个很残酷的世界 甚至有时候受到打击的时候 惧怕 忧虑 担心 是人心里面很自然的一种倾向 各位我们要晓得 当圣经没有直接 一一给我们提出 解决这些忧患的方案的时候 这并不是说圣经没有答案 圣经乃是要告诉我们 这个问题不是只有某些人身上 特殊的问题而已 这是每一个人身上 都有一个与生俱来的问题 我们都有可能落入 这样的问题的可能 都在里面 因为各位我们要先明白 我们这离开神的一个罪人 我们都在精神方面 我们有不健全之处的 可能每个人在面对的精神的压力 跟忧患的情况 有深浅之别 但是我们人的心灵里面 是都有属灵的仇敌 暗示我们的一种通道 都是在的 所以当我们遇到 有一些非常非常消极的一些情况 我们会有可能落入那种 很暗昧的那种光景 那我们有可能失去理智 我们可能会落入那种情感很混乱 或者我们的意志很薄弱 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重担 在的时候 忽然间人心里面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 好像这样的光景 所以当我们问 主啊 我们要怎么帮助 有这些忧患的家人的时候呢 我们先要看自己 各位 你要先认识你自己的 这个心灵的光景 你认识你自己属灵的问题 心灵的问题 心里的一个挣扎 你自己明白 其实很多时候 当你自己在想 要帮助你的家人的时候 你看看你的整个的精神状态 有时候你的生命里面 被一个不幸 一个不幸的意念 捆锁着的时候呢 你没有办法喜乐起来 你想的东西都是消极 有时候有一些人呢 他落在一些罪中里面 一些事欲里面 他走不出来 有一些人有很强的欲望里面 他昼夜就是一直被那个欲望折磨 他想什么都被那个欲望牵引着 所以有时候你自己为自己祷告的 这个时候呢 你发现你自己在主面前 当你谦卑悔改的时候 当你整个人你愿意放手 把你担忧的那个事情 交给主的时候 你就看到你心里面的那种挣扎 慢慢解脱起来 你就慢慢明白了 这种属灵的 这种精神的折磨 是怎么离开我的身上 有时候呢 你要自己一个人安静在主的面前 抓住主的应许 主啊 你用笑脸帮助我 在那个时候呢 甚至你心里面有一股力量出来 我要顺服神 不管我的结果是怎样 不管我的事业是怎样 我的孩子是怎样 我的家庭是怎样 我要顺服主 顺服主的一个心临到的时候呢 你就发现魔鬼就逃离你而去 所以雅各苏也是这样 你们顺服神 对不对 魔鬼怎样 你拒绝魔鬼 魔鬼就离开你 所以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 跟属灵的原因 跟影响到你精神的那种状况的时候呢 你怎么经过一些灵战 你怎么克服里面的那种 一直暗示你的声音 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就慢慢懂得 有这个属灵的征战是怎么打的 当然 如果你的家人有刚才我所提的那个症状的话 他们是比较严重 他们是比较 他们的意志比你更薄弱 他们已经有形成一种受暗示的体制的时候 但是你一定记得 那个根源的问题是一样的 根源的问题是 在不幸的人身上 受到灵里面的一些暗示 他的心灵里面也很薄弱 意志很薄弱的时候呢 就没有办法从那个地方走出来 各位弟兄姐妹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 我们先明白说 我们都活在这个犯罪的世界里面 我们都活在这个 有试探充满的这个世界里面 每天我们生活 起身的时候 有一个新的压力来到 所以再加上现在这个外界媒体的东西 我们看到的这些情报越来越多 我们惧怕的担忧的那个倾向 是越来越厉害 所以在这个光景呢 不是我要逃避 我不要遇到这种问题 那你就一声讲 你要活在自满 很舒服里面 忽然间有一天 你的家人其中一个不正常了 被这些忧患打击的时候 哇 你晴天霹雳 对不对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在于你能够逃避这个问题 乃在于你怎么依靠主 重点在这个地方 你依靠主多少 你的心灵 你依靠心中的主多少 像大卫所讲的 求主赐你乐意的灵 扶持我 扶持我 外界的压力很大 外界的试探很多 但是主扶持我的灵 教我能够站立的主 教我能够不应这些东西来软弱 反而刚强起来 各位 这些都是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 来多思想 然后我们自己本身的坚强起来之后 我们才能够帮助我们旁边的人